记者中立华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坐在联习会对两岸关系未来充满信心 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洁一称 信心基础源于四个因为 习近平讲话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 指明方向与路径 刘洁一意接受中国官媒新华社专放形式 阐释习讲话与其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 刘洁一表示 习近平会见前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领的台湾各界人士的讲话 这是党的十九大后 首次就两岸关系重大问题发表长篇讲话 他说习讲话深刻揭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流和大势 明确指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方向 路径任务和目标 对两岸同胞全面认识当前台海形势 坚定信心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共同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重大之道意义 至于中共对两岸发展充满信心的基础 刘洁一宣称源自四个因为 首先因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符合民族整体利益 顺应时代潮流 造福两岸民众得到两岸民众拥护的正确道路 二是因为不管经历多少风雨 两岸民众在民族 文化认同和情感少从未分离 三是因为尽管数十年来两岸关系跌宕起伏 但整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 最后是因为两岸是密不可分 休期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刘洁一并将两岸责任归咎于民进党执政当局 他说民进党当局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严重破坏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顽固推行去中国化 渐进台独 阻挠限制两岸交流合作 打压认同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支持祖国统一的政党团体和人士 斜扬自重制造麻烦 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刘还说 岛内台独势力图谋 借所谓奥运证明 制限 公投等搞分裂活动 我们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 台独 分裂图谋和行径 绝不容许外部势力在台海兴风作浪 台独分裂势力妄图逆流而动 只会走上绝路